在4月25日,创世电视将未播出特备节目,震动后尼泊尔的真平安。 专访多次去到灾区进行重建和辅导工作的目者,了解现在灾区的情况。 过去一年,人生热线关怀义工队多次去到尼泊尔灾区进行关怀和辅导工作,当中有令人伤痛流泪的分享,但也有努力奋斗,无惧地震伤害的感人故事。 如果你想具体为尼泊尔的需要带导,又或者在近日世界各地的地震新闻当中将真平安带给身边的人,鼓励你收看4月25日播出的节目,震动后尼泊尔的真平安。 节目美南华人拆船大会 本周有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前院长黄子嘉牧师分享信息 如果我们真要跟随耶稣破茧而出,父怎样拆遣主耶稣,主耶稣怎样拆遣我们,你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。 一连三集,黄子嘉牧师会深入讲解约翰福音十七章,让我们明白神的荣耀一同合而为一,破茧而出。 那这一次大会安排我要解释约翰福音十七章,也是主耶稣最后的祷告,主耶稣内心的期盼,期盼圣父怎样拆遣他,他照样拆遣我们,让我们能够去做神的建议。 在节目中,黄子嘉牧师还会清楚讲解三位议题等基督教教义。如果想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,就要收看星期六日晚上八点播出的美南华人拆船大会。 这创世电视台服务各位,目的就是要把神的福音,神的真理让各位明白。 愿你借着节目不但自己得到福分,你也愿意支持创世电台的各样事工,为他们祷告。 神若感动你,可以在经费上也支持他们,让神的工作推展,福音更加的广传,主耶稣得到荣耀。谢谢各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